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蓝鑫 美国副国务院刚结束访华行程后 中共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阿富汗恐怖组织塔利班负责人 引起国际舆论关注 专家指,北京与塔利班为伍是在亡火 并认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天下为敌 刚刚在天津接待了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王毅 7月28日,又在天津高调地接待了塔利班二号人物巴拉达尔率领的代表团 王毅还称赞对方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阿富汗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此,专家认为,北京与塔利班为伍是在亡火 中共下定决心与天下为敌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钦说 塔利班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在掌权期间,把阿富汗变成基地恐怖组织基地 窝藏发动911袭击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 推行极端伊斯兰教义 禁止女孩读书 执行实行 残酷程度令人发指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发动战争 阻止以阿富汗为基地继续组织其他谋杀袭击 美国开战后,塔利班逃窜 然而,随着北约逐步撤军 尤其7月3日美国撤军后 塔利班正在卷土重来 控制了阿富汗越来越多的领土 李恒钦说 像这样的恐怖组织 他是利用恐怖活动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对于中共政权为何仍高调于塔利班为伍 李恒钦分析说 由于美国已从阿富汗撤军 这个地方形成真空 中共要参与阿富汗的重建 要在那里发挥巨大作用 他说 现在阿富汗的政府军和塔利班部队正在打仗 塔利班已经占了大半壁河山 中共希望将势力渗透到阿富汗 一方面可以防止塔利班和突厥斯坦运动结合起来 令阿富汗变成东途的训练基地 另一方面 阿富汗稳定 中共可以推动一带一路 李恒钦认为 中共想达到这两个目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一方面要提供资金武器 另一方面可能得罪全天下人 得罪整个西方民主国家 现在来看 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天下为敌 中共站在塔利班后面 变成塔利班的金主和支持者 就像当年中朝结盟一样 金氏父子三代政权 后边站的是中共 李恒钦说 总体感觉就是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胆子越来越大了 敢于用得罪天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普分析说 中共在国际上遭到孤立 它预感到塔利班将从长政权 所以不管它是不是恐怖主义政权 北京需要把关系加速升温 华普说 美国撤离阿富汗以后 塔利班反扑 眼看阿富汗又要变天了 中共把塔利班请来会谈 双方互为承诺 主要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阿富汗矿场资源非常丰富 中共在那里开矿 有很多投资 现在塔利班攻占了大约70%的领土 而且控制了阿富汗的诸多外交通商口岸 所以中共要和塔利班打交道 华普说 中共和塔利班关系由来已久 在阿富汗对抗前苏联入侵的时候 中共和塔利班恐怖组织就有间接的良好关系 如果塔利班掌权的话 也是要和中共搞好关系 让中共加大投资 双方都是基于利益的考量 中共接待塔利班恐怖组织的消息 在社交媒体上也遭到网民们的强烈抨击 有网友指 中共在灭亡路上加速前进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多年来为剿灭塔利班恐怖组织 付出巨大代价 而中共敢于向全世界公开标榜 自己的恐怖主义理念 意味着已经和文明世界彻底决裂 希望西方及俄罗斯要足够警醒 羽狼共舞将付出重大代价 也有网友评论说 中共竟要借着恐怖分子来增强自己势力 可见已穷途末路了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